财源降薪 贫富差距加大 中产消亡 消费两极化 穷者欲穷 富者欲富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M型社会结构 过去的日本 韩国 香港等地区都用不同程度的表现 那么我们也会走向这个方向吗 大家好 我是佟华顺 当下很多产业是严重分化的 这导致各行各业的人收入严重不一致 在各行各业都内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资源多能力强的人会笼络到更多资源 而资源和能力弱一些的普通人 则会失去原来的一些机会和资源 在过去做早期投资的很多机构 在近些年都转向了投PREIPO轮次 很多大公司也都把风险高不赚钱的项目撤掉 具有在主营业务上 而我们个人也能体会到 打工想要加薪 职位想要快速晋升 也变得难上加难 简单说就是社会进入 收入两极化 这些我们今天才经历 而日本等国家早在很多年前就经历过了 这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 我们称为M型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M型社会 都有哪些现象 将来又如何应对M型社会带来的困境 M型社会结构的出现并不是偶然 日本 美国早在上世纪的时候就经历过 所以我们今天谈M型社会结构 这和日本曾经失去的20年 美国曾经动荡的70年代都一一关联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破裂 破裂之后的几年 人均收入的增长开始放缓 并从1998年之后 日本的人均收入见顶 后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 日本人均收入大约减少了15% 你想想 如果今天你每个月可以赚1万块 5年或者8年之后 你每个月只能赚8500块 那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呢 但是其实日本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收入下滑 而更多是工薪阶层 中低收入者收入变得更低 相反 那些在日本更有钱的富裕阶层 则没有太多的变化 而中低收入者 则是占到日本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没有多少机会再去改变自己的阶层 也没有什么资本去做尝试 所以大多数这个世界年轻人都选择了躺平 日本也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这是日本2004年和2005年时候发生的现象 出现这样现象的根源 是因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 经济就像一个大蛋糕 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 这个蛋糕在不断变大 这时候即使我们每个人都在大口大口地吃 依然会觉得蛋糕很够用 但是突然有一天蛋糕的大小不再变化了 我们就会开始抢蛋糕 这时候有工具的人能够一把缠走很多蛋糕 但是中下阶层只有一双手再怎么努力 也只能拿到一小块 日本之所以M型社会结构更为严重 是因为他们不仅经济衰退 还叠加了人口停滞 人口减少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就会让蛋糕停止变大 甚至是变小 这样分蛋糕的人就看谁更厉害 谁更厉害 那么谁就能分得更多的蛋糕 美国也一样 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进入了经济滞长时期 就是不仅经济增速放滑了 而且通胀还在走高 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阶级增化 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状况 今天全球经济增速也在放缓 各地方的消费增速都在下滑 我想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不管经济是滞胀还是衰退 M型的社会结构正在全球各地预演 日本在90年代经历的事情 我们都会一一不落地出现 只是我们针对同样问题的政策 变得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才不会出现那些极端的现象 当日本的社会结构变成M型 变得穷者欲穷富者欲富 我们也会看到各行各业出现了以下现象 第一个就是企业开始减少招聘 甚至财源降薪 不过更普遍的现象是 企业当中的正式员工会减少 而非正式员工会增加 日本在2003年的时候 正式员工有3500万人 非正式员工有1500万人 两年后正式员工减少到3300多万人 非正式员工增加到1600万人 也就是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外包人员 在这种时期我们能看到很多政策的导向 开始鼓励无收入勤取 从事自由职业 或者能够自创手 其实都是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可能带来的影响 当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人会天然的想要避险 岗位也不会再变动 同时也会发现 大家在开始倾向于想要搞钱 想要增加各种副业 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 大家也会开始想要存钱 认为兜里有更多的钱会更靠谱一些 这些都是在经济进入衰退萧条时期 和贫富差距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 会出现的心态和现象 第二个就是产业结构会严重分化 我们会发现并不是每个行业都是赚钱的 日本在进入M型社会结构时 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变大 电视台的员工年收入有1200万日元以上 金融业有1500万日元以上 而其他很多行业 比如说传统制造业 机械食品 农林水产等只有300万日元 所以在M型的社会结构之下 或者说在内卷社会里 上大学选专业 找工作选行业 很多时候就直接决定了将来的收入差距 第三个现象就是货币政策失灵 也就是说即使央行还在印钱 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经济明显增长 在M型的社会结构里 穷人手里没什么资产 而富人手里会有很多股票房产 当货币宽松之后 这些金融资产就会涨价 当人穷的时候 收入从1000块变成2000块 他会从吃一个菜变成吃两个菜 也就是这些钱都消费出去了 钱会进入社会流通 但是人富有的时候 也是一天三四顿饭 钱依然是存在资产里 所以在M型的社会结构里 即使当年日本已经零利率了 可金钱依然很难在社会中充分流通 M型社会出现在日本时 是这样的现象 出现在别的地区时 也大多会是同样的现象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看 你所在的地区 出现了这些现象吗 可以说日本把我们在今后 本来应该经历的各种困境 都提前经历个变 资产崩盘 人口老龄化 贫富差距加大 经济长期萧小等等 所以我们刚才说 M型社会结构时 会出现的情况 其实就是在以史为尽 看到那些糟糕的现象 我想你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我们会提出 鼓励生育 提出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 出现上面的那些问题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我们今后大概就会看到这些政策 第一个就是国家会想办法 提升和保障 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社保基数会增加 比如说南方某城市 社保基数就在去年 11月份的时候 上调过一次 这件事可能知道人不是很多 如果你知道 在弹幕上打个一吧 同时我们也会在今后看到 个税的起征点会越来越高 其实这些都是为了 保障中低收入人群 第二 我们会看到国家 开始帮助调费资源 推行共同富裕 什么是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减少贫富差距 有个指标叫基尼系数 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 看最新官方公布出来的数据 是0.47 一般来说 基尼系数在0.5以下 就还算合理 超过0.5就属于贫富差距过大 国家是怎么调费资源 来实行共同富裕的 刚才我们说的调整社保 和个税起征点是一项 其实还有土地改革 允许农民手里的土地 可以进行买卖 允许出租 这都是为了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因为咱们国家的城乡收入 差距过大 以2021年前三季度数据为例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是32417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是11962元 城镇居民大概是农村居民的三倍 还有就是最近半年时间 我们看到国家开始在西部地区 推行很多优惠政策 鼓励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入住西部 其实也是为了帮助 拉近东西部的收入差距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 为了避免出现日本的 那些极端情况所做的努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 很多规律都是长期规律 是我们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的 比如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还有经济进入长期衰退的问题 还有过去40多年积累的贫富差距问题 说到这儿 大家一定很好奇 难道就没有解决方案吗 那美国是怎么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摆脱了这种困境呢 这是因为在80年代初开始 互联网技术在全球兴起了 科技技术改变了 当时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 让当时全球的经济 都回到了另一个新的增长轨道 所以我们看美国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出现了新一批的优秀企业 并且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所以如果说之后能够从根本上 真正的改变一些地区 进入M型社会结构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 最有效的就是下一次的科技革命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去年的众多文件中 最首先也是最着重提到的 就是发展科技 科技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高 我们今天谈M型社会结构 谈平物分化 其实这是一个没那么乐观 且当下很多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 M型社会结构的演化 这是一个地区工业化程度 接近饱和 人口发展进入瓶颈的一个必然现象 我们作为个人 看到了有时候 当做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就过去了 殊不知 其实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说有的人真的就是生不风食 在你进入社会之后 如果那时候经济发展不错 其实年轻人也会有很多改变现状的机会 但是倘若在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后 社会结构已经变成了M型 那么日本过去的很多低欲望的青年现象 就会出现在更多地方 一个人一生只有几十年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很多事情就已经注定了 这就是大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了 我是UP主童花顺 朋友们 下期见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足够好 关注我 之后我们多聊一些更深刻的话题